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普贤恨愿品 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三面 下面倒数第二行的地方 看到物事的结义令之 那我们前面的几堂课 把十大愿王的内容 把它介绍完毕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总结 这个受持的利益 善男子 是为菩萨摩赫萨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与此大愿随顺屈辱 怎能成熟一切众生 怎能随顺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怎能尘满普贤 菩萨诸恨愿海 是故善男子 如以此意 因如是之 以上介绍就是菩萨的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就是说 虽然只有十个法 但这十个法就具足菩萨所有的大愿 就像刚才最下面那个所说的 能够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愿海 所有的大愿总设起来 不过外乎这十个大愿的内容 所以一切菩萨能够与此十大愿亡随顺 乃至于屈辱 随顺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十大愿亡的修行都有事 有礼 比如说礼尽诸佛 事项的修 就是我礼尽十方一切诸佛 或者我礼一尊佛 或礼十方诸佛 那么在礼尚观的时候 观能理所理性空极 能理我所理的佛 毕竟空极 然后体遍满法界 那能够这样的这个事项 事项上的这种修 那叫礼尚的这个修 那这个叫随顺 就是刚开始 比如说你在拜佛的时候念礼佛记 虽然你这个时候 还没有真正的跟第一地相应 但是是随顺于第一地的 那十道愿亡都是这样的道理 他有他的礼观 这个中道礼观的部分 刚开始你还没有办法说完全 在修在行的时候 没有办法说完全 跟礼观相应的话 那你至少你就是像这个宋念这个宋念这个经文 或者宋礼佛记等等的就能够随顺 虚入呢 就是说你真正的 这个在修的时候 真正的念念跟第一地相应 要听来中来讲 那就是观横极 观横极位以上的 念念照常理 信心喜患成 念念的跟常住 这个无声的理相应 这个叫屈辱了 不管随顺也好 屈辱也好 那或多或少都能够成就底下的三种功德 第一个呢 只能成熟一切众生 所谓成熟众生 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 众生本来过一生 或者近生 在他的阿赖耶事里面 曾经栽培过善根 那这个必须我们把它催化 然后成熟 那使他善根成熟 那所谓善根成熟 就是说他能够得到今生 来至于来世的 这个解脱 所以我们 这个很多佛教徒 都有想要度化众生的心 比如说帮助家人 帮助朋友 亲朋好友来学佛 那这个 当然我们帮助他们学佛的目的 不只是说 让他们吃吃素 或者是放放生 这些的 修人天福报而已 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 今生 乃是来世的解脱 那你要怎么做呢 首先你自己 这个随顺 乃是屈辱十大愿望 离尽诸佛 怎么样理 世相上怎么理 那怎么样理官 称赞如来怎么修 地上的广修供养 这些的乃是普见回向 怎么修 内容了解清楚 内容了解清楚之后 然后自己先去 去学去修 然后你学修 有心得 有力量之后 你就能够慢慢 以这个十大愿望的这个法 去引导 你的家人 引导你周围的人 不必 就是你要度终身 并不一定说一定要 刚开始就学很多 无量无边的法门 像法生大师一样 你至少把这个十大愿望 好好的去行持 那刚开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之后十大愿望 每个法都能够行持得很圆满的时候 你至少先从比如一个 典状 去深入 比如说 这个礼经祝佛 你欢喜礼拜 你就多礼拜 称赞如来 那你欢喜 这个念佛 那这个就称赞如来 广秀供养 你喜欢修这种财供养 法供养 那这个财布施跟法布施 那以这个法布施为核心 然后广行财布施 那就从广秀供养开始 都行 乃是有的人欢喜 听法的 这个 请传法轮 然后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等等的 请善知识 说法 注释 随顺而行 自己先从这样的 这个单点的去做 慢慢的 一行当中能够具足十种行 好 那再来是 这个 有了力量之后 就能够渐渐的影响周围的人 这个就是成熟一些众生 所以根本还是 自己要先去行持 才能够真正的 帮助众生的善根 成熟 而得到解脱 所以这个地方 所说的成熟一些众生 实际上包括自己 包括他人 你按照十大愿王 好好去体会体会 我相信十大愿王 这个各位应该都会背 一者离经诸佛 二者生在如来 背下来之后 你在心中常常去咀嚼 就像我们 那个静坐的时候 带各位修观一样 你去静坐的时候 思维观察 离经诸佛的事 跟礼 那怎么做 怎么操作 好 这是成熟众生的善根 第二个呢 只能够随顺 阿诺多留三米亚三菩提 因为 你能够这样的 能够这样修 就能够圆满自立 圆满利他 那当然也是随顺 成就无上菩提 那只能成满 普贤菩萨 诸恨远海 普贤菩萨 无量无辨的恨远海 好 那 透过这个十大愿王 能够迅速成就 成就圆满 也所以也就是说 十大愿王 是迅速成佛的 这个方法 就叫成满 普贤菩萨 诸恨远海 所以善男子 如以此意 应如是之 对这个十大愿王的道理 前面所说的 应当如是了之 好 那以上是丁一的 正式普音 正式普音就是说 正式的显示 这个十种 这十种 普贤 普贤恨 的这个 的上状 正式普音 介绍完了 接着看到丁二的 显经圣德 说明能够受持 恨运品的话 有什么样的功德 看悟出 较量文经德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银满十方 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 极为神书 一切世界 上妙 其宝 己诸人天 罪圣安乐 不舍而守 一切世界 所有众生 共而守 一切世界 诸佛 佛菩萨 今儿所佛刹 己为神书 结 相续无断 所得功德 先看到这个 布施 十方无量无边的 不可说不可说的 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 把它全部抹为尘 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 本来就是天文数字 把这些佛刹 都各 全部抹为尘 然后 这个 一个尘 代表一个单位 这么多的单位的 七宝 供养这么多单位的 这个 仁天 供养这么多单位的 这个诸佛 那时间 这个是量 时间呢 经过这么多单位的 结 各位可以想 这个 这个 时空 是这么的无穷无尽 而且是相续不断 那功德 那不可思议 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讲 这个魔王波群 他为什么 今时能够成就 这个第六余天 他话是在天主的果报呢 因为他 在过去生日当中 曾经办了一次无浙大会 所谓无浙大会 就是说 供养衣服 饮食 财务等等 所有的出家人 在家人 贫穷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 接受这个供养 这叫无浙大会 有点像现在办的摘生 实际上 他的量更广 一些在家人 尤其贫苦的人 很多都能够来 魔王波群 就是过一段时间当中 办一次无浙大会 感到到今生 六余天 这个他话是在天王果报 那各位可以想 这个一点小小的无浙大会 就这么殊胜的福德力 你说以这样不可思议的 数量的七宝 来供养不可思议的诸佛 来自众生 然后时间经过不可思议的 结束 那这个福德真的是 继续为佛能知 好 看底下比较 若父有人闻死愿望 一惊于耳 所有功德比前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那其优伯尼沙特分一不及一 我们 比如说各位经过这 这五六天的这个听法 听完这个十大愿望的这个法 或者我们每天早课的时候 都念十大愿望 一惊于耳 当然所谓一惊于耳 也不是说只是听过 左耳进右耳出了 是惊于耳 而且入于心的话 这个所得到的功德 比起前面讲那个 无量的这个布施的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是优伯尼沙特分一不及一 就是说 前面的功德 应该讲福德 是很殊胜 但是比起这个十大愿望 一惊于耳的福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是优伯尼沙特分一不及一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为佛 帮能正知 当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我们从理论上可以 可以比量的知道 就是因为 这个十大愿望是称何自信的 而前面的布施在怎么样广大 他毕竟是有量的 而十大愿望 尤其是以普学恨愿力 这个智慧来修十大愿望的话 他是称何自信 而自信本具的福德是无量无边 远远超过 直接长时间布施的福德 因为修行 因为读诵 就是一惊于耳 能够听闻 这个十大愿望 能够触动我们的善根 然后将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 或者福德开发出来 那当然自信本具的 那那个量是远远超过 前面所说的这个有限量的布施的 这是就理论上我们去 去这样思维 你就会相信了 确实 佛托讲法 没有夸大 因为一个称何自信的 一个是有相的 好 再看到无二的显于众行德 修行其他众行 除了听闻一经于耳之外 其他众行之德 看到几出 总名 法行 略说 功德 法行就是受持的这个 受持这个法之行 就是受持的方法 好 这个地方所说 略说的话 主要就是 大略的说明 今生的 今生的破额的功能 除上的功能 大致上是这样子 霍赋有人 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受持独送 乃是书写一四句计 素能除灭 五无兼业 所有世间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乃是佛刹极为臣数 一切恶业 皆得消除 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是想到能够 灭罪 好 那为什么能够灭罪呢 以身信心 来受持独送 这十大愿望 好 那这个所谓 深信心的话呢 就是说 你对 你对这个十大愿望 经过 这个如理思维 听闻 如理思维观察之后 那在你心中 产生一种决定的信心 不管是 十大愿望的修行的事 或者他所依止的理 补行恨愿的这个理 在你心中经过 长时间不断的 不断的思维观察 深圳的硬可 那这个时候就成为 圣信心 不是说 听听就算了 你听完之后 要去不断的思维观察 这样子的 圣信心才能生气 好 那这个 怎么样 这个 怎么样可以称之为 这个圣信心的 这个相状呢 根据这个 唐朝的这个 选手国师 华言中的祖师 选手国师 好 这个 华言中三祖 选手国师 他说 有五种的相状 修行着五种的相状 称为 深信心 第一个 明其义 第二个 解其事 第一个 明其文 第二个 解其事 第三个 答其义 第四个 得其义 那第五个 顺其行 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 明其文 前面讲的 普贤 亨言评的 这个文字 它的大纲 脉络 文字的这个脉络 启程转合 说法的这个次第 文字上 你把它梳理清楚 根据这个 这个科判 根据这个 这个 黄言进 黄言进书超的 这个科判 我们把这个文字 把它梳理清楚 大纲次第 这叫明其文 文字上先 搞清楚 因为 这个文 它是 这个诠释意理 透过文字来诠释意理 像我讲那么 讲那么多话 看的都是文字的 文字才办法 表达我 我所了解的意理 所以第一个文字 要搞清楚 那当然能够 常常诵 能够常常读诵最好 诵久之后 慢慢你对这个文字 会有感觉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这个古来修行 会很强调这个诵经 读诵或者背诵 能够背诵更好 因为 像古人说 这个书读摆回 奇异自生 你不断不断读 送个 一百遍 两百遍 甚至一千遍 这个意理慢慢就 浮现出来了 这个明其文 对这个文字 首先要熟悉 你文字熟悉之后 你未来这个意理 要深入四个菜的办法 这个明其文 第二个解其事 了解 事项的事 事情的事 解其事就是说 你要了解这部经 它的六成就 佛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因缘 对谁说法 当地中是谁 知道这些做什么呢 从这些表象 六成就的表象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这部经 它的分量 它里面所要讲的 可能是大圣的 小圣的 圆顿的 或者是方便的 你看像 这个普贤哼运品 它是普贤菩萨 对善太同志讲的 而善太同志 他是已经证明 等觉菩萨的 而普贤菩萨 告诉他怎么样 迅速成佛的方法 好像前面讲的 成满普贤 诸哼运海 怎么样迅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经文 这个说法者 普贤菩萨 这是古佛再来 听法者 善太同志 等觉菩萨 我们就知道 这个恨运品 它的深度 对了等觉菩萨 还是华运海会的 这个法身大师来讲 那讲了什么内容呢 十大愿亡之后 倒归极乐 当你知道 这个亨运品的分量之后 就是修世大愿望 倒归极乐 最后 最后 趋入点是极乐世界 这个时候 以后别人来跟你讲 这个净土法门 是方便法 是不究竟的 你就不会受影响 因为 亨运品的这个当地中 是上来同志 是等觉菩萨 就是能够真的圆满 普贤行乐 修普贤行圆满 那是等觉结尾 那我们就是刚才时间 不断不断 随顺 慢慢的趋入 第二个 解其事 第三个 答其意 这个意就是 这个意理的意 这个道义 道义的意 答其意 就是说 了解这个文字底下 所诠释的意理 每一句 每一段落 他所诠释的意理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有事 有理 他这个意 要了解清楚 因为了解清楚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 不断地深入思维 观察 而且你要实践 到底什么道理 离经祝佛 是不是就只是 拜拜佛就好了呢 那当然不尽然 有他的苦心 恨运力的理观 就算你刚刚是 没有办法理观 在世上上修 该怎么样修 这些的 这叫答其意 通达 他文字下所全的意理 第四个呢 得其意 这个意就是 第六位诗的意 得其意 所谓得其意就是说 怎么要得到 他的这个意 就是心药 精髓 你怎么要得到 他的心药精髓呢 所谓得其意就是实践 依者普贤恨愿 来发起广大的愿力 这个 就像我们每次观修前 带引导各位去念的 文书是里勇猛志 普贤惠恒义辅然 我已经回向树上根 所以比一切常修学 等等的 就是说 先发起普贤的这个大愿 发大心 然后呢 了解 这个依着你前面所了解的 也去深深的观察 法性的道理 深观法性的道理 然后安住在这个理当中 去修行使他愿望 那修这个法 不只是说原这个法 同时以这个法 来照破我们的烦恼 然后来 这个 成就知力 成就理他 这个就是达其意 得其意 可以得到这个法意的这个心意 精髓的地方 就是要实践 了解道理 然后呢 深刻的思维 然后去实践 所谓实践就是 入这个 入观 这是发心 发原顿的心 入这个中道正观 然后 这个 调和烦恼 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随碎 你刚刚如果没办法 就是说入中道正观的话 你就多读诵 多读诵 亨远品 然后呢 医的这个文字 去 去随分随力的来修 来调和烦恼 就得其意 第五个呢 顺其行 随顺 这个 其行 顺其行指的是前面四个 对于前面这四个 明其意 解其事 答其意 得其意 对这四个 对这四个法 要不断不断的 不断的随顺 不是意思的 而是长时间不断不断的随顺去修 而且要升起 这个 这个尊重 恭敬赞叹的想法 这个叫顺其意 这个是 这个 大义 我把这个大事当意思跟各位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你能够了解他的文艺 然后去实修 然后 所谓实修就是以教造心 调和烦恼 那么这样子的相状就称之为深信心 也就是说你有信心的人 你一定会有深信心的话 你一定会实践的 你这个深信 于深信心 于此大愿 寿辞读读诵 乃是书写 一诗句记 这个地方所说 这个寿辞的方法 有十种 包括书写 就超经 现在很流行超经 其实这个超经我现在发现也是挺好的 有的人用看经或听经 可能听经听了半个小时就累了 看看佛书 可能一个小时就累了 但超经可以超一两个小时 所以现在这个超经还是不错 只是说超好的经 处理要好 不要乱丢 这个书写 第二个供养 供养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佛前 都会供养这个大圣经典 比如说供养华严经 用这个盖金布盖好 供在佛前 这个是供养 那这样佛前就 佛法身三宝 具足 第三个 转师 转布师 转布师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超经 超完之后 然后就把这个超的经 布师 给别人 这个叫转师 那另外回向 我今天授持这个法门之后 得到功德 回向给众生 这个也成为转师 第四个听闻 就是你要听法事讲解这部经 这个叫听闻 第五个呢 这个批读 批读就是说对的这个文 对的文字来读 读经 批读 第六个呢 就是授持 授持就是说 把里面的 这个文字 就说你 这当中 就算你不能够成为背 把文字当中的药益 把它记下来 背下来 然后常常不断的去 去思维观察 这个授持 第七个开示 为人演说 你修行的 有个心得了 为人演说 开示 第八个 奉送 奉就是言字旁 右边的风 风雨的风 奉送 奉送的背诵 整部经背诵 整个药益品 把背下来 奉送 这也是 很好的 其实不管是读经也好 背经也好 这个 包括超经都一样 这些对于 我们的心的安定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初学的来说 心的安定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的人心老是不安 那么老是不安的时候 刚开始叫修观 他也修不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可以除了拜餐之外 再就可以多诵经 诵诵经 透过这种熏习 文字上的熏习 慢慢的将这个法义 寻到内心当中 奉送 另外这个读诵 读诵也是修止观的 一个前方辩 因为透过读诵 将这个经典的文艺 熟悉了 文艺熟悉了之后 再修止观 腿盘 修止 再修观 你就能够依着 你所秀识的文艺 来思维观察 你看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修空观 你说空观怎么修 你经典的文字 你都不记下来 你就你要修 你怎么修 你没办法修 还是要记得 经典的一些药具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 而且要配合 常常读诵 比如说你常诵 亨语语 亨语语语 亨语语之后 然后再进座 思维 他其中要义 然后再来修观 所以奉诵 这个读诵 也是修观的 修止观的一个前方辩 第九个思维 思维就是我刚才的修止观 静坐 修止 然后修观 观察 比如观察 时代用王的相状 或者观察 什么叫做谱贤 恨厌利 什么是谱 什么是贤 然后再或者观察 这个 理经诸佛 这个世上怎么修 礼上怎么修 这个修止观 观察 第十个 修习 修行的修 学习的修 修习 修习就是说 以这个 止观 经过思维 观察之后 所得的这个法 要拿来调伏自己的烦恼 在坐中的时候 动中的时候 调伏自己的烦恼 这个例方所说的 经文所说的 寿识读诵乃至书写 这个乃至 就包括所有的 这十种 寿识方法 那这 语的这十种方法 来修称之为 使法式 十种 以法为师 的方式 叫使法式 当然这十种方法 你可以找你契机的 去修 不会是说 全部都一定要 像有的人 他喜欢抄经 那么有的人 喜欢拜经 有的人喜欢诵经 那或者 有人喜欢修止观 都好 这个书写 一四句记 一个四句记 他功德的底下书 书能灭 无无间业 连无无间罪 都能够灭 各位可以想到 这个力量多大 就是说 这个无无间罪 这个是最重的罪 有的地方翻译成 就是翻译成 阿比地域 的这个业 这是 所有地域当中 最重的业 那 透过这个 诵 这个 受词 乃至四句记 其中恨一品 乃至四句记 就能灭除无间业 像 比如说吧 我们观修之前 带各位念 文书 十里 勇猛 是 不先 会很 也不然 等等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四句记 在诵念过程当中 就能够灭除 我们无间罪 当然 其实众生是这样的 这个 众生 虽然 这个法的力量很强 但是众生 造罪力量也很快 这个 这个法力量很强 能够灭除无无间罪 但是呢 念念之间 造罪 尽虚空间 也不能容受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两方面 不断不断的增长 有的人说 我怎么 这个功德正文述胜 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 那很正常 你想想你平常在想 你平常的念头 在想些什么 就知道了 你说你一天诵经 你能够花一个小时 诵经算不错了 一个小时诵经 一天还有23个小时 那少说有 至少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以上 打妄想 喜烦恼 那当然 这个力量 还是不对等的 这个灭除无无间罪 还有世间 身心等病苦恼 所以获悦苦三丈的病 不管病 比如说四大不条的病 有业障病 有冤业病 那么所有的病 如果医生医不好的 是要 也好不了的 就送恨怨品 送恨怨品的 也可以灭除 这个世间身心等病 生的病跟性的病 就像我师父 他老人家他说 他刚出家 来到民国时代北平 就现在北京 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刚开始觉得 这个身心很闷重 离开老家这么远 然后 这个身心总有不适应 那么他说 甚至有一次在上厕所 突然想到说 如果在这个地方吊死 应该也是不错 他才知道 之前有个人在那儿吊死过 所以 给他找个交替的 所以最后他起这个念头 他在那种 生性闷重的情况之下 他说 刚好他在东北的时候 有个喇嘛 送他一部恨怨品 他就把他请出来送 他送送 送送之后 这个心情 如波云见日 这个心情开朗了很多 这个就是世间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就能够迅速消除 乃至于佛刹 集额全数 一切额也 像佛刹 把一个佛刹 把它抹为尘 这么多 为尘数的 一切额也 接着消除 那 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呢 一样像前面所说的 因为这个法 称而自信 他是这个大圣 最极圆顿的法 最极称和我们的自信 所以他灭罪的力量 也最强 比方说的是灭罪 再来说明破障 一切魔君 夜叉罗刹 若揪盘徒 若皮车车 若不多等 饮血淡肉 诸恶鬼神 皆是远离 或是发心守护 一切魔君 包括底下的夜叉罗刹 乃至不多等 这个是魔君的 不同的象状 那我们就不解释了 各位自己查字典去 这些吃人血的 吃人血肉的鬼神 或者天魔等等 或者远离 不敢接近 因为你修这个法的时候 必定有护法神 昼夜六十不断的拥护 所以这些诸位鬼神 不敢接近 或者发心清净守护 就是说 如果他有善根 他这个时候就发心 要来守护 这个受持的 恨远品的人 所以 这个要是有魔杖 送这个恨远品 还是挺好的 这个华恩经 也可以说是金王 那么华恩经金王当中 的最 最究竟的集谈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国王 这个黄金的王冠 王冠上面 中间的一个宝珠 这个是最殊胜的地方 所以能够破一切的仗 再看几二 偏举一行 广显众德 事故若人 送死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翼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因礼尽 一切众人皆因供养 这个地方 单单讲 宋 这个世代运亡 这个宋 当然 这个地方 说是宋 但十三 就包括前面所说的 十种 这种法式的 读宋 供养 书写 这些的 十种的方式 可以得到 五种的 五种果报的功德 这个五果 维持学所说的五果 第一个呢 增上果 增上果就是说 增上就是说 它有大的力量 叫增上 就 所谓的增上果 就是说 你能够成就一种 大的力量 什么叫大力量呢 心欲之间 无有障碍 能够破一切障 那就像前面讲的 灭很多的罪业 然后 一些天魔外道 鬼神 无法障碍 无有障碍 那当然最主要是内心的 内心的这种烦恼的障碍 也无法障碍 行运事件 无有障碍 底下有个批语 就像什么呢 如空中月 出于云翼 就像天空本来被 雾云遮蔽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被风吹散 风吹散 这个云翼之后 这个空中的这个月亮出来了 照亮整个大地 这个大地不在那么样的黑暗 像空中月 出于云翼 这个 法的力量 把这个云翼 把它拨开 这个时候 空中月显现 放大光明 因此之故呢 可以得到底下 三种的功德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人天皆因理晋 第三个 一切众生吸引供养 这地方所说的增上果子要的 主要指的就是什么呢 行运事间 无有障碍 就是要是你觉得 现在修行上 种种的障碍 这个送亨灭品 来破障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你看为什么 那个 古来大德 包括唱功上人 都很强 那拜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前面是 这个五十三佛 跟三十五佛 后面就是大唱回文 那么大唱回文 他的内容 事实上就是十大愿望 藏传来说 藏传来说 就是七支供养 那就有这个 亨灭品来说 就是十大愿望的内容 能够 前面拜佛 修皈依 忏悔 后面再念这个 十大愿望的这个文 那这个时候 行于世间无有障碍 能够灭除 一切的 或一苦的三藏 会产生一种 增上的力量 殊胜的力量 称为增上果 好 看到人二等流果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圆满普贤 所有功德 不久当如普贤 菩萨 住得成就 唯妙色生 据三十二大张福相 好 我们先介绍 什么叫等流果 等流果的话 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等流的习气 一个是等流的果报 等流习气就是说 这个人他过去生 比如说他过去生 喜欢修布施 他今生就喜欢修布施 很自然的 不需要人家教 从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布施 这叫等流习气 这是等流果的一种 等流果第二种是什么呢 事先业 后果水转 就是说 他得到一种 他得到一种果报 身心的果报 那种身心的 这种一种果报呢 跟前面的业 是相等流 相随顺的 比如说 过于生不杀生的人 他得到等流果 就是身体健康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相似的果报 那所以这个地方 讲只有两种等流果 第一个呢 是善男子 善的人生 这个就是说等流的果报 所谓善的人生是什么呢 得到人的果报体 第二个呢 得大丈夫身 那除非这菩萨他有愿力 想事先做女子 度众生 那另当别论 不然的话呢 依着这个 普玄恨怨的 这个受持的等流果来说 得到这个大丈夫身 然后圆满普 圆满普玄所有的功德 这个讲到就是种习气 就是说过去生修 普贤十大愿亡 然后进生 接着就会很自然而然的 就接着修 然后圆满普贤 菩萨的所有的功德 也因为圆满普贤 所有的功德 所以底下 就说能够像普贤 菩萨一样 心处成就 唯妙设身 三十二大三无相 等等 所以这个地方 所说的一手果实的 就是善的人生 圆满普贤 所有的功德 这个相随顺的果报 一种习气 一种义手果报 相随顺的 等流果 看第三个义手果 义手果就是身心的 这个果报 叫做义手果 若圣人天所在之处 常居圣足 就是说菩萨 除了他的愿力 想去三个道 或想到贫鉴处 度众生 不然的话 他依着这个 恨运品来修的话 这个所得到 今生 或者来世的 一手果报 就是常居圣足 常常跟一些 就是说 有富贵的人 或者有权势的 或者是一些 有大威德的 这个众人 家族在一起 常居圣足 像印度 他或者送给 婆罗门种姓 或者居 差地的种姓 这样子 不会变成手头 或皮色 不会变成那种 下等的种姓 看人世的 试用果 这个试用果也是一样 试用果跟这个增上果 一样是显示在外在的 外在的这个力量 那试用果跟增上果 差别在哪里呢 试用果就是说 你要这个 要经过努力 所感 经过努力所感召到的 果报成为 试用果 试夫 他利用 一两的利用 试夫利用 所得到的果 试夫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丈夫 他 这个产生利用之后 所得到的果报 成为试用果 增上果就是说 很容易就得到 叫增上果 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举个批语 比如说农夫 他种稻子 那种稻之后 收成之后 农夫他可以得到这个稻子 自己用 然后呢 像我们没有种稻子的人 我们可以从农夫那个地方 得到这个稻子 受用 那农夫他种稻 得到稻子 他种稻之后得到稻子 这个是他的试用果 他经过努力之后 种稻很辛苦嘛 经过努力之后 他得到稻子 那这个稻子 对农夫来说 就是他的试用果 他经过 其功用 之后得到果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没有种田的人来说 我们得到稻子 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出点钱 就可以买稻子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个稻子对我们来说 就是这种增上果 容易得到叫增上果 那对农夫来说 对这个农夫来说 他得到稻子 是个适用果 也是增上果 我们看到适用果是什么呢 新能破坏一切恶趣 新能远离一切恶有 新能制服一切坏道 这适用果就是说 他能够 他还是要经过努力 但这个努力 他这种力量 是有大的力量的 成为适用果 就是说他能够破坏一些恶趣 远离一些恶有 制服一些外道 那你看 有这个失用果 相对的这个增上果 我们刚才讲 增上果是比较容易的 得到的 就是什么呢 行运之间 无有障碍 这两个是相对应的 看到人物的离戏果 离戏果就是灭除烦恼 离开一些戏服 烦恼的戏服 从离戏果 先得解脱一切烦恼 如狮子王 吹服群兽 堪兽一切终生供养 狮子王 群兽 折服 百兽折服 那就说 这个当 这个兽时 这个十大院王的话 能够破除 一切的烦恼 这个成为离戏果 好 总之呢 这个可以得到 这个今生乃世 来世的果报 包括身相的庄严 长居圣足 那包括能够 这个起了大的功能 破坏一切的烦恼 能够远离一切恶有 然后 行运之间 没有障碍 远离一些障碍 这样的果报 好 那这个新一指的是 通明无果 总的来说 看到新二人 别名净土果 往那净土的功德 这个 后一品最后嘛 最后面 这个颂文的地方会讲到 好 这个 以这个十大院王 这个 祷归其乐 那这个地方 先讲 先讲这个净土的功德 六父世人 灵敏忠实 最后刹那 一切竹根 细切善患 一切金属 细切舍离 一切威士 细切退支 福将大臣 功臣内外 向马车胜 尊宝福藏 如是一切 五父相随 好 先讲到我们 临终的时候 没有可以依附的 这些 尤其这段文 各位可以好好体会 体会一下 好 就像我们在带官司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讲 这个 比如说 前阵子 台湾花莲大地震 花莲大地震 我看那个照片 两栋楼房叫隔壁 一栋楼房倒了 陷下去了 隔壁一栋楼房 好好的 没事 为什么呢 那当然就 佛法来说 总的来说是个人业 不同 但就科学上来说 就是因为 倒了这栋楼 它是刚好 在断层带上面 地震那个 可能地震 影响最大的 断层带上面 另外一栋 刚好 偏离断层带 所以变成 同样在隔壁 一个倒 一个没倒 以前九二大地震 也是一样 比如同样 隔壁的 一个倒 一个没倒 除了房子 本身结构 问题之外 再就是 这个断层带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房子 要是盖在 断层带上面 那这个是 很惨的 或血本无贵 就像以前 台湾有另外一个 女众道场 她花了好多时间 也花了台币 一亿多 盖个女众道场 很辛苦 物款 建筑都很辛苦 盖好之后 大家都非常宝贵 非常珍惜 结果没多久 九二十大地震 一震 刚好他们就在 地震带上面 一直把她垮掉 不过至少还好 人没有伤亡 但整个 这个一亿多的建筑 就像没有掉了 一下子 一瞬间就没了 就是因为 房子盖在 断层带上面 表面上看起来 是安稳的 事实上是不安稳的 好 什么是断层带 就像这地方 所说的 这个 这个四种情况 朱根 亲属 威士 府乡大臣 公臣内外 珍宝府藏 这一切一切的 如果你对她执着 你对她执着 认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 这个凭借 真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么想 我生命要有这东西 我才有安全感 尤其孔子说 继续老也皆知在得 年纪越大越没有安全感 因为距离死亡越近 越没有安全感 就想要这个存越多的钱 那这个时候才会有安全感 就像有我这次上次回台湾有个有个居士 他说 他说他存点钱 因为现在 这个生命还是自己存点钱 比较可靠 我说 存多化钱才叫做可靠 他说 有人跟他讲台币要几千万 我说 那要没有几千万的 他说不要活了 这个 就是说 把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或生命的依托 建立在这个株根 就是我们色身 或者是亲属 为事等等的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第一个 比较说临终 平常的这个 平常的时候 有可能无常到来 他就没了 说没了就没了 那再来就是更重要 就是临终 临终的时候 就像我们观察 死无常的时候 他观察 这些东西 在临终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不仅没有利益 甚至这个执着 是有害的 你对色身 眷属财富 执着 放不下 各位可以有空 静下心来去体会 去感受感受一下 假设说有的人 对眼前的财富 自己存款很执着 很执着的时候 你感受一下 你要死掉了 你现在马上要死掉了 你一毛钱都带不走 你什么感觉 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那感觉是恐怖的 是痛苦的 甚至是愤怒的 这样的负面的情绪 会让临终人 堕落伤得到 所以说对这些的执着 不仅没有利益 而且是有害的 有害就是说 这样负面的情绪 会让人堕落伤得到 所以这个 恨有品的这段文 各位好好去体会 主观世界散坏 一些情绪世界舍离 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 一般世俗的人觉得 生命当中的屏障 我身体健康 或者我有很多眷属围绕 或者我有大威德 有大福报 我很有钱 等等等等 到时候 这些是你生命的屏障 突然一瞬间 你必须要离开它 还不能分期付款 一次就要舍掉 你去体会体会 那是什么感觉 你现在是蛮可怕的 如果说你对它很执着的话 那是蛮可怕的 而且你要紧 你那个时候 你还说不出话来 那么更惨的是 像有的富家人 有钱的人 子女在旁边挣财产 那更惨 死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难过了 他听到子女在旁边吵架 打架 挣财产 那更是难过 所以如是一切 无腹相随 怎么办呢 看底下的文 为此愿望不相舍离 于一切是引导之间 一刹那中 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的主因 是来自弥陀的本愿 但是怎么样感应到 明头的本愿呢 就是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 一唱专念 无量朔佛 这无量朔已经讲得 那在活着的时候 在世的时候 不断不断熏习 这十大愿望 菩提心的这个法门 那临终的时候 意念一下 或者自己意念 或旁边善之师引导 意念一下 这个菩提心 十大愿望 这个时候 心中法的光明升起 然后将这一些的 外在的财富 眷属 这些全部放下 那这个菩提心 就会构成一个力量 引导我们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愿力 感应到交 当然不是说 直接 不是说直接 十大愿望引导 你到极乐世界了 而是说 引导其前 十大愿望 这个愿力 引导在前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 这个时候跟阿弥陀佛 感应到交 能够成灵终的时候 自信心要 预生我过 乃至十念的 一念乃至十念的 自信心要 预生我过 还有这个 心愿行 三方面的心 那这个时候 就是一刹那中 断气的那一刹那 就可以完成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对于 为什么说 祂是净土 五经当中的一经 这是应主选出来的 因为祂对于 除了祂最后 十大愿望 祷归极乐之外 就是说 祂这个 对我们 为我们串习菩提心 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再看到仁儿的 严明圣果 道以 极见阿弥陀佛 这是一刹果 一刹果报 就是底下讲的 所说的 别人化化身 乃是 得到佛的受祭 得到佛的受祭呢 这个是 一定是出地以上的 法身大师 然后采科得到佛的受祭 那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 证得法身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 尤其是你要是 读送大圣 解第一地 往生上品身 那这个时候 这个证得 证得这个法身的速度 它速度是远远 快于 一般通图法门的 各位想 不要说别的 你看到极乐世界之后 阿弥陀佛主 教化主 旁边围绕的文书 普贤 观音 世智 弥勒菩萨 还有龙树菩萨 等等的 这些大菩萨 还有佛 和大菩萨 在旁边围绕 你说你想不精进 都没办法 就像比如说 以前我们跟着 我师父 唱功唱人的旁边 你还想懈怠 他都没有这个胆量 在旁边一定要很精进 不然的话会有危险的 当然在那个 而且说危险 开玩笑 事实上就是说 站在旁边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产生 老人家那种射受力 很强的射受力 你自然而然就会 想要精进 而且你看 这个比如说 参攻上人 他本地风光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至少他现的 他现的是一个外向 反复生的外向 但是你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都是法身大事 诸唱上人聚会一处 你在那种环境之下 你说怎么可能会退步 或者是进度 进步很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 能够迅速成满普贤院 最后十大愿王 最后要导规极乐 就是这个道理 十大愿王要随顺 要取入 他要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靠自立 是非常困难的 那只有到极乐世界 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注上善人聚会一处 就一正而报的加持之下 那可以迅速的 这个在修十大愿王当中 都迅速的跟这个理相应 所以迅速趋向无常普贴 这是第一个一所果 第二个呢 适用果 适用果我们刚讲就是说 这个产生利用 大的利用 德授记 经于无数百千万亿 那由他结 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 随众生心而为理一 往那极乐世界之后 那德授记之后 就可以到未来的 无量无边的结 到成佛为止 到成佛为止 能够在阿弥陀佛的 佛力加持之下 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以这个大智慧的一样 来利益众生 就像无量众计里面 这个四十八大院所说的 是我得佛 果仲菩萨 智慧变才 若可信量者不取正觉 是我得佛 果仲菩萨 不得金刚纳罗延伸者不取正觉 是我得佛 果仲菩萨 不得演说一切智者也不成正觉 是我得佛 果仲菩萨 开化横杀无量众生 使利无上正真之道 超出长轮诸地之行 现前修起普贤之德 若果仲菩萨不是正觉 好 这个 这几个院 各位去看 讲到果仲菩萨 就是这个院所说的 得受祭之后 在阿弥陀佛的佛力 四十八大院 佛力加持之下 可以超出长轮诸地之行 比如同样的出地 它的那个功德 可能只有一分 但是 在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之下 出地的法生达 是 它的 度化众生的功德力 那个 现前修起 现前修起普贤之德的力量 是远远超过 可能十分 可能百分 远远超过 长轮 这个 同辈 诸地之行 这个也就是 无量寿经 事实上也是在印证 为什么要以 实大用法 导规极乐的 这个道理 好 这个是试用法 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大用 再看到 新三的究竟成佛法 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相护摩镜 成等认觉 展妙法轮 能令佛刹 即为神处 世界众生 发菩提心 随其根性 教化成收 来自进于未来解开 光能利益 皆众生 因此能够成佛 然后来自立 然后来成就利他的功德 好 那以上就是 丁二的 这个显经圣德 好 介绍完了 就是说明 受持这部经的功德 有这么样的 殊胜的功德 就是说 像 这些功德下 你可以把药医记下来 或者把文字记下来 好 那 比如说你在修行 这个十大愿亡的时候 也是 修行有点疲累感 或者心 感到沉默 听不及近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 这些功德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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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土的 无中果 还有这个 净土的 功德 迅速成佛的功德 好 看丁三的 结劝 受持 善男子 比诸众生 若信此大愿亡 受持读诵 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 除佛世尊 已无知者 好 那这个是 节前圣德 这个是一个总结 所有的功德 只有佛 才能够究竟了知 其余 当八佛等觉 菩萨在内 都没有办法 完全了知 能够受持 十大愿亡的功德 所以你看 我们祖师 汉地祖师 这个大智慧 大善巧 把这个十大愿亡 立为早客 那藏地的祖师 也是很重视 把这个十大愿亡 浓缩起来 成七支公样 只是七支公样的内容 相对来说 它是偏向 事项上的 事修的多 而十大愿亡的 这个本意 它是有事有理的 差别在这里 好 看到 无二的证明劝词 事故如等 文子愿亡 陌生一念 应当递受 受语能读 读语能诵 诵语能词 书写管卫人说 所以我们 文子这个 十大愿亡的 这个道理 陌生一念 不要怀疑 怀疑说 比如说 怀疑这个法 怀疑这个法 真的有这么殊胜吗 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们刚才解释 他确实是不夸张 因为他称而自信 所以功德不可思议 怀疑自己 我是这一类的根性吗 我能受持吗 只要你肯受持 只要你肯受持都可以 那十种的受持方法 很多你可以修的 书写 读诵 然后这个 乃至为人言说 或者供养 放在佛前 供养 像话真是供养 都可以的 或者是观察 所以不要以法 怀疑法 不要怀疑自己 因让地受 这个地就真实 把他文字跟义理 真实的纳受 受语能读 看着文读 然后读语能背诵 受语能读 受读他的文字跟义理 去实践 乃至书写 流通 乃至广为人说 这个是属于 自己自受用之后 接着他受用 虽诸人等于 一念中 所有恨怨 接着成就 所获扶去 无量无边 同于烦恼大苦怀中 就拔 拔记众生 另其处理 接着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地方 我们明天再说好了 这地方还有 还有一些话要交代 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 这个地方 上下文长 佛带来日 回向 Map 良佛带来日 有